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5月8日 星期一晚上的这个岳鱼谈 各位在海外的老友记 如果你的珍惜朋友 甚乎你觉着 随着这个中国武汉肺炎 即是差不多玩完了 咸濕菜都说大家不需要太特别 将它作为很紧急的警告来看 武汉肺炎完结了 大家马上就在这个Gawachi里 执回这个行李箱 随时准备出门远行 即是去这些地方周游列国 假如各下打算去这个中国神州大地 生意盒商 再来这些学术交流 嵌插一下河山大村 又或者你原来在大连里面有两件的 几年没见过 突然间他通知你三年没见 你两岁大的儿子 现在已经开始要入学校 要回去聊聊聊天 又或者你看看你的断公二奶 别来又没有样 又或者回去想着 雀仔按摩 月鬼按摩 吃一下萧毫 赵阿记 你听完今集的这个国乐渔谈 可能你真的想一想 你的Destination 可能要选个第二个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随着你都知道 习弟弟最重要 什么东西都可以放弃 唯一一样东西就是不可以放弃 春代也可以不要 阴敬也可以断了 但权力就必须 牢牢抓在他手掌上面 习弟弟这条的筷头 最喜欢就是龙泉 也都是 世界上 除了阴狼最小之外 他的胆狼也是非常少 经常有人在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经常有人在害怕他冻摇了他的政权 所以他更加要把权力推想到最极致 要牢牢抓在他手上 令到这个中共更加有这个权威 令到中国这个极权主义的制度 推演到 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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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二只老僵尿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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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 加推到71条 同时增加了政府去搜查 扣押 以及实施个人出入境的禁令权力 政府的机构可以随时 搜救你身上的personal belongings 也可以令到电讯商 互联网的供应商提供协助 最重要的一件事 今次完善所谓的反间谍罪 最重要的做法就是 令到中共在网络安全上 关于国家安全上的议题 更加focus 更加执着 说了这么久 究竟反间谍法 现在完善之后 有什么麻烦呢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大家都知道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 周清池的国产007 其中有一幕 黄一辉被人 压附了这个刑场 然后跟着说 他偷看了这个国家机密 要处以枪决死刑 当时黄一辉说 你屈我都有个谱 我盲的 如何去 偷看一个国家机密 正正就是这里 他就是 轮门就任够他摆 所谓的 犯什么事 偷窃国家机密 危害国家安全 全究竟 那条红线 那条的底线 具体的描述 完全就是调理 一致就是欠逢 总之就是他说 我觉得你犯了国家安全法 我觉得你从事这个间谍的活动 我觉得你偷窃我们国家的机密 我觉得你在我国家里面 搞这个谎色革命 我觉得你在这个国家里面 收买一些国企 或者政府官员 进行一些煽动 一些活动的情况之下 他说你就是 No argument Just shut up and put your ass in jail 哇 这样子 你问你害怕 不害怕 很多的外国的媒体 学者 或者研究机构 就会觉得 第一 这一件事 就是很担心 就是中共的口上 整天都说着 不能让任何外国的 所谓的颜色革命 在这个 中华大地的国土上 就要推演 因为搞成这些颜色革命 什么东西都有一 只不可以有红色 换句话说 要将我们中共的政权 剷除在中国的版图上 如果在这样搞 在中国搞一个颜色革命 就是要我这个老杂的人头落地 全家属 收得皮 当然不能让你有这一件事出发 或者在中国里面的这个发生 现在出这条的法例 除了慎房 有些人去搞这一件事之余 其实最紧要的 大家都知道能得到 哪有这么多人 不得了 得了闲理你 是吧 但是 拿这一件事 将这个紧箍咒 将这个说 你搞这个颜色革命 颠覆中共政权 用来打压一切 不同的这些政治的意见者 又或者去打压一些 人权的活动 又或者用来 镇压一些公民的社会 你搞什么组织 你搞什么什么 镇压的团体 你一分入到中国里面 就拿这一条反间谍法 收够理皮 让你镇压大凉获 但是我个人认为 这一条反间谍法 得以这个完善 我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 任何的外国人 其实现在在中国里面 就很不够安全了 为什么我这样说 还记得这个孟晚舟事件 这个孟晚舟过境我们温哥华的时候 就被我们温哥华本地的警员 周固起他 在研究中将他递戒 引导到美国 因为他犯了相关的一些法律 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中国人修成路 美国人他就不敢搞 然后跟着他就找了两个 一个加拿大人 分别是一个Michael Kovrig 和一个Michael Spavor 在一个大陆里面 说他从事这些间谍 这些活动 然后周固了他 有这条反间谍法 完善了的修例之后 我个人认为 任何这些外国的政权 政客 如果跟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有什么争吵 争吵 争吵 你就含了 他就找你一些争吵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争吵的国民 学者 企业 商业团体 投资者 在中国里面 一个 不认为二 就用这条反间谍法 周固你 搞固你 然后捉够你一两件的国民 在他们那些争吵 判够他 轻则十九几二十年 重则就死刑 跟着加个死缘 为什么加个死缘 不敢立刻拍了他 就是很简单 挟持你这些个人 然后跟着玩弄在掌管之中 你这些人就说人权 说什么人生自由 中共根本是这一件事 就完全不在眼内 既然你要救回你的国民 可以 无所谓 开个条件 我有些东西 你要答应 或者你要给我 我才放回你的国民 还有这些人质外交 抓住 在你的春袋 捏你两个高丸 然后跟着 肉锤砧板上 在某些事务上 我要你shut the fuck up 然后我才放人 或者我有东西在你手上 来个trade 来个deal 来个交换 我才会释放你的人质 放你回到你家 那你就可以在感恩节 复活节的晚上 释放了你的人质 然后跟着他们回到家 你就可以 BBC CNN 访问他 你的政府 又好像做到事 我又 我说你真是 你真是 拿到我所需 总之最重要的就是 我不要捉够你的人 你怎会害怕我 怎会在任何的议题里面 忌我中共三分 怕我习近平 你真是玩意 你说是不想是呢 我就觉得 在这一方面里面的这个情况 就非常明显了 好了 讲一些的例子 过去 刚刚你也知道 中国和美国 最糟糕的东西 就是这个 近期就是这个 间谍气球 无垢泥头 在私家飘了气球 先经加拿大 再进去美国的境内 这一件事件之后 中共就立刻 找了一家公司 叫Minsk的这个公司 然后就 拉人兼风顶 在北京的这个办公室 就在这个办公室 做些什么 如果你在中国投资 有条的陌子 又说跟你买东西 又说跟你合作 那你是否要 摸摸他得点 了解清楚 他的调理 有没有刑事背景 这些财务糾纷 会不会调理 一些出名的骗子 在中国进行 这个dual diligence 彻底的去搜查 这一间公司 就是做这一件事 但是一个屈美十 竟然被中共 拉人兼风艇 说他去查 是不是进行一些 调理 探索的这些活动 那你说死不想死 又不够你讲 好了 跟着在上海 叫brain and company的公司 又被他捉够了他的员工 然后跟着他进行一些调查 全部都是在这个 热气球的事件发生的 这个时段里面 进行一些 拉人风艇的活动 那你说是不是进行一些 扭服式 你咬我春代 我但你姑姑 一人一惹的 这些扭服式的手段呢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有了这个反间谍法的完善之后 是不是很容易 就周固你这个人 一人一只二只 那你真的是 是吵架 是吵架 没有吵架 是不是 你不够他玩的 最近日本 已经有17名日本公民 已经以这个间谍的 有关的指控 而被中共的政权扣押了 而在过去 中共以来 这种人质外交 足够你这些人的 这些骂骂手段 由1995年开始 至2019年 就已经先后有128名的外国人 包括29个USA 美国人 还有44个 你也没有抓我们美国人 要周固我们44个加拿大人 你也没有 在中国境内 限制出境的禁令 完善了这个反间谍法之后 中国的政权 更加有这个能力 如果你进来 可以不让你进入 不让你进入就很为之可 让你进入 然后跟着他有权 可以不让你出 这些东西大凉获 已经在2016年 以及去到2022年 已经提升了八倍 足够外国人的数量 我问你怕不怕 未完善这个反间谍法 已经是周人周得这么厉害 特别就是这个习近平 当他当政之后 这种势头 无日无之 已经向上升 和越来越演越烈的趋势 搞定完善了的反间谍法之后 大家可以想想 随着这个国际局势 越来越严峻 大家吊咬中共老母 每天都在这里上演 未来我都很担心我们的加拿大人 回去中国会不会买摊 因为刚刚才有一个 Michael John 一个庄文浩的国会议员 发觉有一个情报显示 中共在这个多伦多的领事 竟然在批评一些 要找一个庄文浩 在中国和香港的家属 有什么人在那里 然后找人去搞咎 恐吓他 道友多竟然 知道都不想出声 虽然他口口声声说他不想知道 现在在我们加拿大的境内 越演越烈 甚至没有很多国会议员的声音 要递介这个搞搞阵的中国领事出境 踢他老母 回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匪国 如果一个不注意 真的拍了板 扔他老母 回中国的这个时候 中共这些傻子 老修成怒 你老美 毯家产 玻璃室 会不会在7月1号之后 求旗找回你一两件的加拿大人 当他入境也好 在境内也好 搞咎他老美 这一个就在这件事件里看到最大最大的隐忧 好了 那你究竟如果完善了这条反间谍法之后 有什么危险呢 你跟别人学术交流 如果你进入中国境内 跟一些学者聊聊天 你是不是想试探中国的这些情报 是不是探索中国的技术 当你交流完之后 你就交流了 你是想走吗 不想让你走 又或者你去过这个中国的境内 看看这些河山大村 看看这些不同的山河 环境 树林 土壤 拿一些标准 你就糟了 你是不是想探索我们中国境内的稀土 在哪里 是不是想了解我们中国的情报 还要画地图 你今次崩周 你还不认识人装 并获 大哥 我只是想了解一下 这个地形 四川盆地是怎样的 学术地域 纯粹是academic 老美 你跟官说 捉了你才算 就是刚刚前一段时间 就有一个合日本学者 在中国境内进行地理勧策 就会被人周固了 说他搜集中国的情报 还换了地图 你还不含乱 是不是 好了 你自己如果在这个中国里面 拍摄一些不同的architecture 政府机关 又或者你觉得 哇 这个北京的这个市政大楼 很帅 先拍下它 哇 拍下这个北京的天安门 拍下这个中南海 你混蛋了 打开你的手机 你拍下这些东西 看看你的digital camp 你拍下这些东西 干什么 为什么拍我们解放军 刚刚这个东西新闻 就去福建 拍摄这个军演的时候 就被人探索情报 周固了这些调理 你里面叫台湾人 哇 我问你害怕不害怕 如果你的电话里面 一个不小心 有这个我们的抗争女神 又或者拍了一把黄色的傘 又或者看到 拍在2019年 香港里面 当你上街的时候 拍了几张照片 进了中国境内 然后跟着 给他摇你脑袋 出境的时候 扣查你 问你为什么 手机有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来向中国 推崇这个颜色革命 雨傘革命 想推翻这个国家政权 你是不是在这里 进行这个 摇你脑袋 民主的 思想的 灌输 想洗我们的 中国人民的脑 你是不是想搞咎我们中国的年轻人 你的水洗都水不够清了 你来中国大地 吊你脑袋 不过意 打算吃海底撈 但是你的电话里面 有几张照片 就被人家周焗你 就搞这个民主自由的 这个吊你脑袋 这样的宣传 如果我进去 我整个电话都不是耶稣哥 就是圣母 哎 你是不是尋试这个宗教宣传的 这个运动 那你就真的水洗都不够清了 是不是 一旦他不觉意 你不要以为你做生意 你就吊你脑袋身了 为什么 我现在见了你 前一阵 在这个东莞里面 这个太子酒店 上期跟那些吊你什么什么 市委 政委 这些人大代表 天天就在这儿吊你什么 把酒言欢 这个唱棋 踹骨 捏脚 吃烧毫 大排延植 为什么跟我们中国的官员 国企的代表 过往重申 为什么这么礼待他 是不是想逮捕他们 贵赂他们 帮你们 从事你国家 或者某一些东西 令到我们中国的国家 有些经济安全的损失 我问你 你到底该当何罪 是不是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长期在这儿走水货 好像渠黄那些 通关 走来走去带蚌粉 你真的 为什么你整天在边境里面出没 你是不是交换情报 你是不是整天在边境里面接收一些资料 然后带回香港的境内 交给一些外国人 总之 无所不用其极 屈想得就屈 屈想得 无限 只有天空是隙 任够他屈你 在这个情况之下 各样东西他们也没有原创 但是屈够你的原创能力 就非常之厉害了 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留学生 又或者打算留学回来香港或者中国 很多的留学生 只想到有这样的反间谍法通过之后 大家都放下这部手机 在这个地方打算回来才用 又或者如果真的要回去 就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东西回应 然后把手机里面所有的信息 WhatsApp 图像和视频 全部都准备了 如果不是回来你中国 他要冤构你的情况下 看你不顺超 又或者原来收乱到封 你勾勾他的儿子的女朋友 假公祭司 你还不能含脏橡皮糖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非常精神分裂 一边就是搞到劳斯洞众 整场大龙凤 客人到大家都吵你了 春代都吵你了 没用 全部都吵你了 走得震就没人睡 但是你同时之间 你中国和这个香港 不停叫人家吵你了 去这个中国 或者经理这个香港 做一个跳板 进去中国这个投资 你带他投资之余 你又吵你了 做些这样的反间谍法 搞到个个人都害怕了 因为你没有底线 你永远不会认识清楚 还有你过往的往迹 我的国家跟你有些东西 在桌上谈不成功 你就找些无辜的商人 留学生 学者 你来开刀 哪个人能够你玩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叫人来玩 来投资 你叫外国企业 外国游客 外国商人 你来中国 来香港 就是放心去投资 放心去搞你的生意 发大财 我倒是觉得 你真是把你了 精神分裂 你这样搞 你真是在玩 又叫我来给你 又要你了 在你分分钟 在你国家里面 被你抓住春袋 走不想到 那你了 哪个能够你玩 你恶到这样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分分钟 去中国 随时中够服 你就说不害怕了 中国就在7月1日开波 搞这一样的事情了 而这个香港 整天都听到大饼强 就是说这个香港 仍然有很多的间谍 恐怖分子 在这个香港境内搞搞阵 一定要 你以后有国家安全法 有了就是定海神针 还要搞这23条立法 你猜香港里面 那些走狗 那些港共的 这个根屁虫 是否 都会将这条的反间谍法 在7月1日出台之后 香港也会 strictly follow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香港已经 就在你后面的客户 都在你后面的 都在你后面的包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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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还会不会有其他国家的企业 相据 在你后面的彭尾拉商 把握插插走人 那你搞到香港稀倒 找不到钱 你就跟中国 什么东西都搞你 你怎么跟中共走到尾 国家安全最高重要 国家安全不可忽略 只要国家有安全 我们还可以安居乐业 但没问题 继续这样搞 继续吵你 没有瘋 看看还有没有人来你香港 里面投资 下一间要拔插插 拔个headquarter 离开香港 又看看是哪一间的外资公司 大家拭目以待 短期之内 会不会有更加多的 吵你后面的外国商人 拜拜 下次吵到你 拜拜 下次再吵个痛快 乱来四婆 立即走人 吵你了 惨你了 惨你了 各位MIHK的观众注意 由2022年1月1日起 鳄余谈只会上传 MIHK.TV的网站 以及Patreon 子公会员收盾 每月并会上传 不少于十条影片 如果各位想继续支持鳄余谈 可以去下列MIHK.TV的网站付费 以及到Patreon 注册会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